我們做兩個練習 就是我們有考過類似題的練習 他說有個車子 然後有個吊環 然後問你的吊環的狀態會怎樣 第一個 如果車子從不動 突然變成會動 從不動突然變成會動 請問你它會是什麼狀態 10號 10號 什麼狀態 A 你選擇答案是A 因為公司車子突然向前 它保持靜止 所以等於是向後 所以答案是A 答案是A 好 那如果是 等數前進的時候 現在維持等數前進的時候 又會是哪一種狀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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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你們班沒有38 35 35 35 會是哪個狀態 B B 因為減速了 大家都一樣了 大家都一樣 所以看起來就是 靜止沒有做任何的變化 沒有任何的變化 那如果是減速前進又會是什麼狀態 如果是減速前進又會是什麼狀態 C 31 31 C C C嗎 你說C 聽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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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行進迅速 判斷人 向哪邊運動 向北走的車子 突然向東邊彎 人 會 向哪一邊運動 誰 向哪一邊運動 南邊啊 西邊啊 11號 你坐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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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答案選誰 對不對 講清楚 C 你選C 請坐 你坐好 維持向北啊 你原來是向北走 他保持向北啊 他向北行駛 突然向東彎 他慣性就朝原來前進 原來向北 就繼續向北啊 所以答案就出啊 那如果向北 向西轉彎 又向哪邊運動呢 北 北 向西轉彎 3-3 北 向北 請坐 跟剛才一樣嘛 本來向北 就維持向北嘛 慣性嘛 管你向東彎 向西彎 他就保持向北嘛 所以一樣會向北傾斜嘛 所以呢 我們答案就是向北 這就是 慣性的一些考法考題 我講過剛才 練習01 學測考過類似題 為你能夠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你要了解 要理解 OK嗎 OK